拜拜 真不知道我对你好呀 爸 从正宝还没睡 刚给你卫叔叔打完电话 怎么样 秀坊的事情解决了 解决了 有什么想法 那我是个晚辈 很多话也不方便说呀 夏叔叔 肯定是有他自己的想法 心里有数 队长 SLC那边啊 我准备自己去一趟 你想之前 大家一直割空联系 我觉得整个的事情 没有什么推进 当免聊 可能效果不一样 去法国 也好 我们做生意的要有生态观 全局观 未来观 不能只关注我们的行业生态 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要放眼未来 如果说这一次 SLC能够成功收购的话 对明远来说 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 好 再来 诏繁 好 丢往消息 我表哥要去巴黎了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表哥这个万年打冰山 终于要开窍了 等一下 你不会把我姐手机号 给你表哥了吧 好 我这个是意外 意外 不是 你怎么能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姐和特提公司 谁都不能讲 连我 她连我都不让讲 别急 别急 不是 你 你这才叫 不正义吧 你就是不懂女人的心思 莫菲姐是说 不让你去烦她 没有说不让我表哥 去烦她呀 你这根本就是 强词夺理吧 这是合理分析 我问你啊 我表哥送去的玩偶 莫菲姐 带走了吧 对呀 他要是不喜欢我表哥的话 他把那个玩偶 直接扔了不就得了 为什么还要带到巴里去呢 对吧 不是 哪有 不是什么呀 这都是事实了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 互相喜欢 心里有情 你怎么跟我表哥一样吃饿 完了 莫菲姐打来了 刚刚琳达老师 好像找我有什么急事 特别着急 我 你先接着电话 不要慌啊 不是 我去看看 拜拜 你好歹告诉我 你哥什么时候来 你 你不能不管我死活 姐啊 我说有你这儿当弟弟的吗 就也不问我一声 就把我电话随便给别人啊 姐 那我这不是将功赎罪来了吗 我刚得到一线战报 马上就来跟你报告了 什么战报啊 我跟你说啊 陆珠刚才说 他表哥马上就要去法国了 姐 这一国大乡的 你要是真碰上唐总 他不得请你好吃好玩一番 姐啊 你要是遇上唐总呢 你就跟人家好好聊聊 别每次见人家都气势汹汹的 人唐总有 聊聊聊有什么好聊的 我们俩什么关系啊 凭什么让人家带我出去吃喝玩乐 我自己有手有脚的 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 姐啊 我也没说啥 你怎么生这么大气啊 是不是唐总哪里得罪你了 怎么一提到他 就发这么大话 我 我还有事先挂了 拜拜 太阳过来了